这一年来 在中美贸易战氛围下 电子厂寻逆产能分散之道 其中投资越南成为风潮 不过先前美国总统川普 基于越南对美国出口额大幅增加 也提出不排除展开反制 一时间越南成为下一个可能的剑靶 不过产能分散至非中国地区已经是趋势 只是对ODM厂而言 无论越南有没有成为贸易战的标靶 它虽然具备一定优势 但要取代中国成为主要生产重镇 还言之过早 至于上游电子零主建厂 则多数要看品牌厂 ODM厂的动向而定 供应链朝某一地的大迁徙的态势并没有形成 目前越南只能视为全球分散供应链策略的一环 积极营造友善的投资环境 近年越南经济高速成长 2010年起 越南每年的GDP接达5-7%水准 2019年预估达6.6% 近年GDP表现不但优于东协平均 更在2018年GDP破7% 并首度超越中国 今年景气不明之下 外界人预估越南GDP有6%以上水准 外界一般认为越南有较佳的投资环境 包括越南是东协当中签署最多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 经商条件比较好 加上离中国又近 运输零组件成本相对其他国家便宜 以及工资是中国的约三分之一至一半 也相对低廉 不过越南相对低廉的工资 近年也随着它优异的GDP表现而提升 上涨幅度超过GDP水准 也超过中国工资增长的幅度 据统计资料显示 若将中国上海以及越南第一区 也就是越南薪资分级最高的区域做比较 越南的工资成长率 在2011年达到15% 该年度的工资成长率 首度超越上海的14% 之后越南每年的工资成长率都超过上海 某ODM大厂的高层指出 近年越南工资上涨幅度加快 工资成本的优势 在可预见的未来将逐渐失去吸引力 伴随而来的隐忧在于 越南缺工工资上涨问题若日益严重 会不会如同现在的中国华东地区 每逢旺季都要上演寄出 介绍费的抢人大战戏码 2008年就布局越南的ODM大厂仁宝 当时产线因为生产效率未达预期 而停摆了一阵子 并在2015年复工生产手机 但生产量并不大 去年贸易战开打 仁宝才重新正视越南产能 目前生产受关税影响的网通产品 目前越南占仁宝营收大约5%以下 因为第一个越南是东协 进到中国大陆的门户 它跟广西的蓝眼 是最直接的门户对口 另外越南是目前东协里面 签FTA最多的国家 所以大概是全世界目前 仅次于新加坡的 签运费关税最多的国家 所以相对它的出口会有利 看一个生产地方 应该我们会考虑几个 一个是那个国家的人口到底有多少 再来是它的土地的起得容不容易 然后再来当然是看政府的效率 还有的那些问题 那我想目前除了越南之外 大家看的比较多了 也许是菲律宾 或者印度 但是印度还是以手机为主 那这一波可能比较难 因为以前去大陆 大陆认为它很多人口横利 而且跟我们是同文同种 所以大家就都可以很快的过去 包括我们 还包括我们的供应链 那这一次我想 大家需要一些时间去 去探讨还是去了解 我想所以这一次要同一个地方 我想会比较难 所以可能不同的公司 也许会有不同的策略 仁宝未来会是贸易战的变化而定 评估增加投资越南的可行性 不过仁宝也坦言 当所有人都往同一个地方挤 工资一定会上扬 并且中国是讲中文 越南不是 这也增加了管理成本 以上游电子零主建厂来看 连接原建厂商布局越南最多 包括红制 胡联 万泰科 新智生等等 目前越南营收比重 多在10%以内 这些厂商2007年起 就陆续进入越南 考量因素包括上游原料 以及当地市场开拓 还有相对于中国较低的人工成本 不过连接原建厂商也指出 零主建厂商海外设厂是被动的 必须是最下游的组装厂迁移 才会带动整个供应链的转移 特别是连接原建多数是尺寸比较小 运输成本占终端成本的比重有限 而体积较小的被动原建厂 多数厂商考量运送成本不高 暂时也以中国以及台湾为据点 只有电感厂齐立新因为电感 有人力密集需求 三年前因应中国缺工而至越南设厂 基本上而言 我们是在三年多前 就在开始评估 我们新的厂区的战略布局 当时齐心在大中华地区的几个厂 大概都已经满载 我们那时候就有想说要布新的厂区的地区 我们跟干部在做一些讨论觉得说 还要在中国大陆地区再继续做布局吗 因为中国大陆的人工成本 也不断不断在往上升 所以我们后来再评估说 在中国地区以外的地区 再做一个调查跟设备 调查的很多个地方 也不是只有越南 评估起来我们认为越南是一个 那它我们选择是北越的位置 那北越的地方离中国大陆 我们东方厂非常非常的近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整个物流 因为要做一个厂房搬迁 不是只有考虑到成本而已 你的人才怎么去support这个当地的厂房 整设厂区 你的材料怎么去运送 等等的资源 或者发生品要怎么运回来 那北越的地方我们选择是海房 是个新加坡工业园区 那跟我们的厂区距离非常非常的近 所以这个方面的这种 楼梯整个便利性就非常好 所以当时的越南厂区的选择 是按照这样的逻辑 去做这样的判断 那现在目前我们本来是在 新加坡工业园区 当时三年前应该是在周边 我们这次去的话 我们现在在中间 因为更多人进来 我们现在目前已经在中间的位置 不过相关供应链也坦言 目前贸易战所带来的转单效应 还不明显 毕竟代工大厂还在转移过程 建立新的基地需要时间 言下之意 就是供应链尚不完整 代工厂若没有积极动作 零组建厂也不敢贸然投资扩大产能 供应链同时也指出 越南的工资成本大约是中国的五成多 现在已经上升至六成 并且不排除在网上 供应链感受到越南所谓的成本优势 正在逐渐缩减 整体而言 在贸易战氛围下 一时间投资东南亚未为热潮 而越南是东协当中 投资环境较为友善的国家 也成为热点中的热点 不过从电子厂的角度来看 若要投资设厂 越南总人口数大约只有1亿 与中国13亿人口差距不小 能力供给是否充裕 工资快速成长的压力等因素 也都成为电子厂考虑再三的理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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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